石原聪梅解剖1500具尸体。探讨过老死,医疗疏尸问题。 石原聪梅在发衣女王中替死者发生,剧情深受观众喜爱。 图K.KTV,2018年3月21日。 日本人气演员石原聪梅主演的日剧《Unnatural》法医女王上周迎来大结局,剧组尸体解剖法医不但替死者发生,更协助警方办案,替家属追查真正死因,发挥正义的剧情也让观众产生共鸣。 而编剧《野木亚记子》或制作品在台深受大家喜爱,特地发文感谢台湾观众的支持。 石原聪梅在剧中饰演在《不自然死因》追查研究所《Udy》工作的法医,有助解剖1500具尸体的经验,而身为专门查明死因的法医,她无法容许不自然死亡发生,身陷背后一定藏住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《语法医》中堂系,景普新 是,临床检查剂师东海林希子,试穿十日子 是,医大学生九步六郎,挖田正校 是,联手脏医社与警方替死者发生,希望及此拯救更多的人。 石原聪梅,中,剧中与其他法医替死者伸张正义。 图KKKTV,2018年3月21日 其实该剧出自夯剧《月新娇妻》编剧《野木亚记子》之首,她这次在法医中探讨的社会议题也让观众产生共鸣,因日本人秉持传统善终观念,导致尸体解剖率降低,因而忽视过老死的问题。 此外更发现医疗疏疾病,未知疾病以及恶意杀害等,透过该剧探讨其严重性,把人类险恶的内心世界放大解释。 石原聪梅剧中挑战社会的偏见与歧视,鲜明个性让法医女王顺势成为她的代表作,深受观众喜爱, 而编剧也得知作品在台湾大受欢迎,特地在Twitter发文感谢台湾观众的厚爱。 法医女王已在KKGP上下播出,即日起至30日每天中午开放一集免费收看。